連鎖藥房華潤堂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宣布 因為業務受到外部不確定的因素 及各種營運挑戰的影響 精神重考慮之後決定在11月8日 關閉香港華潤堂全線19間分店 由即日起 華潤堂會員救物不會再獲法積分 所有積分獎賞以及華潤堂的禮券 都要在11月7日或之前 去到分店使用或換領禮品 所有如期未用的禮券將不予退款 去到兩個月 再一同期的禮券 我會想說 你不想說 你不想說 你不想說